一名富人走在這個新營菜市場裡頭 被一名男子給攔了下來 問他買的菜多少錢 他說買菜這樣子花了五十多塊錢 這名男子當場錯破富人的謊言 因為這名富人根本就沒有付錢 遭到攤商 逮個正著 我大陪了啦 好啦 快點叫警察啦 這番書收到啦 你處理我處理 人家補差刀啦 我第一次幫你抓到而已 好啦好啦 沒有 不可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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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你太多刀了 你一刀刀了我沒差 對啦 還好嗎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我也不好意思 可以幫你了 來 拜託你給我 我也拜託你不要做菜啦 好 謝謝 謝謝 由於這名富人偷竊的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而這一次剛好被店家 逮個正著 由於這個富人頻頻地求饒店家事後 也沒有報警 但影片在網路上PO出之後 警方目前已經派人 前往這個新營的地獄市場 由於該店家已經打烊了 將通知這個被駭店砸到分局來報案 一旦被駭店砸完成報案程序之後 一切將依法偵辦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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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